我们,佛家常说的一句话, 万般将不去,唯有夜水深。 能带得走的,一定要分秒必争。 带不走的呢? 我们,想尽办法能够蜿蜒放下。 所以,为什么我们一般打佛气? 主妻和尚,头一天会提醒我们, 来为我们说明,我们佛气的用意啊, 建立在哪里。 所以,这种事情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去思维。 我们今天,学佛是为了什么? 学佛的主要性呢,是帮助我们什么?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。 不然的话呢,那我们跟一般的学佛啊, 没什么两样。 特别今天,我们是佛医。 再过两天,明天,后天要做举办一个三十十年。 所以,经过这么多的时间,我们应该会了解, 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出现以出家, 以出家的身份来弘法。 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建立西方极乐世界, 欢迎十方一切的众生, 能够发愿求生亲近阿弥陀佛。 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。 所以啊,我们师父上人常讲, 最主要的,我们就是要了生死,出三界。 因为这个人生真的很苦。 而且苦,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, 无量苦。 嗯,